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突发消息 多家银行集体出手 发布紧急声明 A股大幅走强的同时 贷款炒股的热度 似乎持续升温 今日多家银行发布 关于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 房市等领域的声明称 严禁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 股市 一经发现 银行有权立即收回贷款 事实上 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 一直以来都是监管红线 金融管理部门 已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 要求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 强化内控和合规管理 严控加杠杆 随着股市大幅走强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关于贷款炒股的讨论热度不减 10月10日 多家银行发布 关于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 房市等领域的声明 陆河农商银行 福州农商银行 连江农商银行 麻洋农商银行 山东商和惠金村镇银行 云南弥勒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 均发布 关于严禁信贷资金流入房市 股市等领域的声明 称一经发现银行有权立即收回贷款 据不完全统计 10月8日以来 各地已有超过30家农商行 村镇银行 农信社密集发布 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公告 但尚未发现国有大行 股份行等发布 严禁贷款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公告 事实上 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 一直以来都是监管红线 据金融时报近期报道 金融管理部门 已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 要求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 强化内控和合规管理 严控加杠杆 银行信贷资金 严禁违规进入股市 这是商业银行必须坚持的金融监管红线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王岐山救部央行副行长范一飞 被判死缓 涉贪4个亿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官媒周四10月10号报道说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 因受贿金额巨大 被一审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这是中共在金融业展开反腐运动以来 受到严厉惩处的一名重要官员 报道援引中国法院的话说 今年61岁的范一飞 因利用其在中国央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等其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位期间 非法收受价值超过3.86亿元人民币 约合5455万美元的财产罪名成立 官媒援引湖北省黄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说 对范一飞的判刑还包括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书说 在范一飞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 将减为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 之后不得减刑和假释 法院还表示 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及稽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法院认定范一飞受贿罪成立 并对她的犯罪行为 做出定性的时候 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提法 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应当判处死刑 范一飞 从1993年至2022年 先后担任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信托投资公司继财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 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中国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行长助理 党委委员副行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中国人民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 报道说 范一飞利用这些职务的便利 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贷款融资 业务承来 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他人 非法收受财务近4亿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 范一飞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 曾是央行最年轻副行长 58岁时任上落马 中国媒体曾报道 范一飞落马时 是在工作单位直接被带走 当天中午左右还在开会 路透社说 范一飞是过去10年来 习近平反腐运动中 受到严厉惩处的 中国人民银行级别最高的官员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 清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官员 法新社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2年上台之后 大力推动反腐运动 习近平的支持者称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促进了廉政 但批评者认为 反腐运动是习近平 用来清除政治对手的一种方式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在去年6月宣布 对范一飞立案调查 并予以双开 中纪委通报列出的 范一飞 危机和犯罪行为包括 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政治意识淡漠 对抗组织审查 大搞迷信活动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长期违规接受宴请 旅游 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 违规参加公款宴请 收受礼品离 经出入私人会所 在职务安排 岗位调整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官不连 纵容亲属不实际工作 而获取薪酬 搞全色交易 违规干预插手执法活动 道德败坏 家风不正等 范一飞曾是王岐山 当年掌管建航时的旧部 1994年到1997年 王岐山担任建航行长期间 范一飞掌管建航财务 是王岐山的财务大总管 此前 王岐山的多名亲信被调查 除范一飞外 王的大秘董红 2022年1月被判撕缓 2024年2月 王的大秘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 田慧宇被判撕缓 另外 王的密友 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 被判刑18年 王岐山被称是 现任中共党魁的老朋友 老拍档 任中共中纪委书记时 曾通过反腐打虎 替习清除政敌 但随着王岐山的密友 旧部被当局拿下 舆论普遍认为 王与习关系出现裂痕 逐渐被边缘化 独立食品人蔡神坤 曾撰文表示 2016年7月16日 王岐山对20多个 非常质疑的旧部谈言 这是大家最后一次 见面聚餐 以后应该没有 这样的机会了 我也老了 没有能力再为大家 撑伞党羽 大家各奔天路 好自为之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的报道内容 中共高层承认 经济线困境 习近平坚持 只用老方子 日经新闻刊登 中泽课二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 上月底至本周初 上海综合指数 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弹 中国领导层希望借此 进一步激发市场的乐观情绪 于是 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二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郑珊杰召开新闻发布会 表示 有信心实现 2024年政府制定的 约百百分之五的增长目标 然而到了周三 中国基准股指在连续11个交易日上涨后 首次下跌 跌幅高达6.61% 而这正是在郑珊杰召开发布会的第二天发生的 此前的股市反弹 是由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的刺激方案引发的 其中包括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 尽管如此 整体经济依然疲软 许多投资者对习近平领导团队 依然迟迟不愿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措施感到失望 认为北京只会在有限范围内提振经济 其实这种犹豫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早在今年6月底 主管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曾表示 恢复经济并不需要猛药 反映出习近平的亲信 依旧认为不必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 尽管如此 9月底出现的一个重大政治发展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领导层终于承认 停滞的经济正面临困难 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承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要全面客观冷静地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正是困难 增强信心 强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直到这次会议之前 习近平的领导团队一直在描绘经济的乐观前景 只强调积极信号 并向公众发布 诸如应对经济有信心 经济正在复苏的信息 政府和党内的宣传机构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只报道对提振经济有利的好消息 政治局此次承认经济困难 与今年7月中旬党的20届中央委员会 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大相径庭 三中全会并未表现出任何危机感 避免做出如此严峻的评估 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将通过揭示当今严峻经济形势的根本原因 来进行重大政策调整 原因很简单 即便是像习近平这样强大的领导人 如果承认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 也必须承担政治责任 或许习近平意识到了几十年前毛泽东树立的先例 毛泽东因经济政策僵局而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58年毛泽东发起了 旨在让中国赶超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大跃进 然而由于这一运动的鲁莽推行 大跃进在第一年就显现出失败迹象 到1962年运动即将结束时 数百万人因饥饿而死 灾难性失败昭然若揭 毛泽东在运动进行时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将职位让给了政敌刘少奇 但放弃主席职务只是 他与刘少奇之间漫长且激烈政治斗争的前奏 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职务 为了重新夺回政治影响力 他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导致刘少奇在被关押后悲惨去世 如今中共政治局每月召开一次会议 但这些会议做出的决定 只是对每五年一次党代会制定的基本政策 以及每年一次中央全会做出的具体政策的调整 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基于2022年党代会通过的决定 以及7月三中全会制定的具体政策 9月底开始的这些举动 不过是为了维护习近平而进行的微调 习近平依然能够声称中国的基本政策没有动摇 然而当前的经济形势仍然对他构成了巨大挑战 毛泽东去世后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执政期间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使得政策失误不易显现 这也是为什么这三位领导人都不需要承认失败或进行自我批评的原因 如今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过去 习近平可能希望抱怨他是三位前任负面遗产的受害者 是他们将问题锁在黑暗的柜子里 然而执政12年的习近平在经济领域没有可以指向的显著成就 这使得他要传递这个信息变得十分困难 应对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措施将成为一大难题 9月26号政治局会议后表示 要努力扭转下滑态势稳定房地产市场 然而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原因众多 习近平无法逃避责任 他曾表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他的意思是通过遏制房价上涨 让普通百姓能够负担得起住房 然而政治局近期的表态似乎与此前的方向相悖 显得有些仓促 要让房价见底并稳定 首先必须解决根本性问题 如高企的库存 以及背负沉重债务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 此外还有法律障碍需要解决 一项政府法规实际限制了房价折扣的幅度 然而现在看来 地上的官僚们必须在上级下达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房价下跌的任务后决定如何行动 一位房地产行业人士指出 官僚们可能只能靠捏造房地产相关统计数据来应对 毕竟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 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这正是当年大跃进惨败的鲁莽之举 当时人民公社的粮食产量和其他关键统计数据严重夸大 给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们带来了巨大困扰 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下达的任何指令 都必须彻底执行 主要媒体已开始步调一致 打出扭转下滑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口号 如果中国经济要恢复健康 急需新的政策处方 但在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习近平的回应似乎还是更多的老方子 坚定不移地坚守当前的基本政策 同时对实现5%的目标表现出信心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二七省审计报告 接需报收入违规发津贴等问题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各地的财政审计报告被视为一年一度的经济体检 今年已有27个省市公布2023年度报告 据南方周末报道 审计报告反映出多地财政存在虚报收入 政府要求过紧日子落实不到位 缺乏三宝资金等问题 南方周末9号报道 6月25号受中国国务院委托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向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做 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此后 中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公布2023年度审计报告 仅有广西、新疆、西藏、陕西尚未公布 报道指出 多地出现虚增财政收入的状况 大多是透过土地出让的方式 据审计报告显示 海南两市虚增财政收入人民币2.6亿元 四川部分地区将定向捐赠资金缴入同级财政 需增财政收入CCN151.22万元 此外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 针对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 三公经费支出成为审计部门重点关注领域 但据报告指出 多地出现超预算支出、序列支出、违规发放津贴等问题 不被审计报告披露 让家国企违规报销59名领导人员个人医药费194.33万元 某国企董事长未经审批 擅自公款出国留学 学费约合人民币40.93万元 另有14个部门无预算超预算支出平台建设 办公费等5保531.16万元 超范围列支设备购置 办公费等265.83万元 辽审审计报告则披露 7个市的50个乡镇超预算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贷费 共1.514.95万元 3个市的7个乡镇未达到3公斤费 只减不增要求 而海南审计报告中写道 有13个部门超标准超范围支出 85.36万元 3个部门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 设计16.22万元 另外关系到经济秩序 及社会稳定的三保 保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支出 过去几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衰退 土地收入下滑 三保支出保障受到影响 压力逐年增加 辽宁及林子村 内蒙古湖南等地的审计报告 均提及三保支出缺口 湖南省审计报告写道 2023年 省财政对35个县累计挑拨应急资金 55.27亿元 应急跳渡的县市数量和资金金额 较上一年分别增加45.83%和110.95% 四川审计报告中则强调 三保兜底不够扎实 三个市县 少编三保预算1.55亿元 十个市县 为其足额保障 416个行政单位定额公用经费 6-498.73万元 多地审计报告还揭露非税收入延迟上缴 或不上缴国库 存量财政资金闲置未及时运用 政商勾连造成区域性腐败等其他财政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反腐在先高潮 官场已成一潭死水 官员宁当缩头乌龟 据彭博社报道 随着经济放缓 习近平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已连续两年牵涉创纪录数量的高层官员 这一趋势 使得官僚体系中的风险加剧 令已对经济感到不安的投资者 进一步忧虑 中纪委于周四宣布 海南省纪委副主任陈小波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调查 这使得自2024年1月以来 被习近平反腐运动波及的高级官员总数 达到46人已超过去年的45人 且今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才结束 这些创纪录的调查显示出 习近平标志性反腐运动的进一步升级 自2012年上任以来 他通过这场运动 整顿执政的共产党 并铲除政治对手 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习近平在年初誓言 对金融、能源、制药和基础设施等 关键行业的腐败问题绝不手软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中国持续加强监管 严厉批评银行家们享乐主义 并设立了新的金融反腐工作委员会 表明在该行业内 推动更持久监督的决心 中国官媒周四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 因受贿超过3.86亿元人民币 被判处死缓且不得减刑 这一案件凸显了官员们面临的严厉惩罚 今年早些时候的其他案例包括 六月中纪委对国有金融结论中信集团 副总经理徐佐的调查 此外 今年被调查的金融人物还有 中国农业银行前副行长挪文龙 和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李吉平 五月 中纪委对前农业部长唐仁健的调查 使他成为本届内阁中第三位被免职的部长 这一免职节奏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常见 如周四的声明所示 即使是中纪委的成员也无法豁免 今年9月底 中纪委驻中央组织部巡视组组长李刚 因涉嫌违纪被查 而最新被调查的陈小波 正是地方反腐系统中的一员 彭博社根据中纪委的公告进行统计 并未将两名中国前国防部长计入在内 中共政治局于今年6月 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他的前任魏凤和开除党籍 李尚福曾在装备发展部工作 而魏凤和曾领导火箭军 火箭军中已陆续有多位官员落马 习近平政府自去年夏季启动对军方采购的腐败调查以来 至少已罢免了18名高级军事将领 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期间 共产党呼吁改革军方的采购系统 明显表露了北京对武器采购问题的关注 军中清洗被官方媒体形容为 他方式腐败 另一场调查中 中国的足球行业已有至少14名官员被查 数十名教练、球员、裁判和俱乐部高管也在接受审查 作为足球迷的习近平 曾将中国梦与国家成为体育大国的愿景联系在一起 足球被赋予了领军酒色 然而中国男足战绩惨淡 屡次败于越南、叙利亚等国家 并无援2022年世界杯,令人失望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和曲静市 今年上半年,负债沉重的贵州省 已有85名由省级人事部门管理的官员被调查 多名落马官员曾与今年4月被查的前副省长秦如培共事 与此同时,云南省曲静市自7月以来 已有至少10名现任或退休官员因腐败问题 接受调查 然而,习近平反腐力度的加剧 也导致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不安 官员们由于害怕被清洗 而不敢尝试新事物或冒险犯错 这种现象已受到中国最高层的关注 今年3月,习近平在党刊《求是》上撰文指出 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让人不敢做事 唯唯诺诺,畏手畏脚,死气沉沉,变成一潭死水 而上个月,中央高层呼吁官员要有担当 并敢于创新 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振经济增长的 全面刺激政策 政治局会议各地区和各部门 因充分激发全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